刺客567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陆紫阳 看到我手里的这把磨刀切刃 我想小伙伴们应该是明白了 这一期的主题肯定和刺客567有关系 为了准备这一期的视频 我还特意把刺客567的第一季 重温了一遍 然后又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这个秘密我想大家早就已经知道了 不过我现在才发现 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个梅花13的 看来这里面不只有一把剑 还有一个面具 梅花13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带着一个面具 一定要感受一下 哦 没有了一头绣发 我感觉好丑啊 有点像那一只头刹在里面的面具 不过它呢 没有嘴 看来这次的cost还真不行 没有头发 本来呢 其实我是想买一个梅花13的衣服来穿一下 结果只有小孩子的 没有我这样汉子穿的 所以只能给大家简易的cost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两把剑 梅花13的武器呢 其实呢 有四个 第一把武器呢 是它的便刀 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拿在手里面玩了 那当时那把便刀是怎么来的呢 霸王枪的传人 挑战梅花大侠 结果一个眼神 就打了 他只用眼神 就把对手的枪给挣断了 然后枪头呢 就成了梅花13的 玩具 这是它的第一个武器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两把剑 这两个呢 应该是轻奋送给它的吧 最后一个武器呢 就是一个飞镖 那个就属于一个暗器了 所以最主要的 还是这两把刀 藏在了它的腿部 来看一下 这两把短刀玩起来 更加的像刺客了 但是这两把刀的材子 真的是稍微有点差 刀不是木头做的 直接就是PVC的一种塑料 从这个合分线就可以明显看到 完全就是几块板 贴合而成的 刀柄处 有梅花13的标志 像这样的模型 有感觉我都可以做出来了 太简单了 和我之前的这把 魔刀牵刃 以及日轮刀 完全不是一个导刺 三种武器 全在手里 哇 武器大师 现在我急需要一些 小模特 来给我 白造型 即使它的材质不怎么样 但是呢 我也要给大家 Cost下 梅花13的打招 双缝硬率 真是好无聊的Cost 感觉又给大家水了一个视频 实在是没眼见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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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